大家好,我是西安古城家门口 我现在位于西安明清城墙外 西北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内 一个已废弃的操场 眼前的这片小树林里 有段夯土遗址 它就是唐太极公玄武门的部分遗址 1300多年前 这里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政变 即唐玄武门之变 一位年轻人在这里 杀死了自己的哥哥 走向了皇权的最高峰 开转了后来贞观之志的盛世 因为唐朝后来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它就是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 今天我们就在现场 看一下当年的事变过程 先从1300多年前的唐朝初年说起 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与统一 立下了赫赫战功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心有忌惮 就和弟弟齐王李元基一起 排挤甚至毒害李世民 没有夺取他的兵权 情急之下李世民连夜进攻 向唐高祖李元告状 李元让他们兄弟三人第二天进攻 当面对峙 第二天一大早 李世民叫掌孙无忌 和御赤静德带兵 埋伏于玄武门内 这里的首将长河 也已被李世民策反 不久 李建成李元基骑马来到这里 觉得氛围有些异常 于是二人拨转码头 准备离去 这时李世民骑马从玄武门 迎了出来 大喊 殿下莫走 李元基转身 拿起弓 想射李世民 一连三次都没有将弓拿满 李世民先射出了一箭 射死了李建成 随后 御赤静德也带了骑兵冲了出来 也一箭射死了李元基 李建成和李元基的将士们知道后 就猛攻李世民的秦王府 李世民一面指挥将士抵抗 一面派御赤静德进攻向李元禀报 李元无赖 宣布 李建成李元基的将士 一律归李世民指挥 并于两个月后 让位给李世民 李世民继位 就是唐太宗 李世民继位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观看 下期视频再会